在沒有的家裡要以後還是把皇子給拿下來 這把可麗的也沒有拿自己 刀妹 德萊文 尼寇 塔里克 傑斯 阿卡莉 瑞茲 皇子 布隆 那我們來看看國服第一封男 其實講道理我自己比較想看瑞文 因為瑞文是怎麼去按嘛 對 挖掘機 理清 搬了兩個ADC 看一下啊 分析一波 SKDJ邊的 是的 剛來人啊有人偷獎盃 哈哈哈哈 那邊已經在 把獎盃 凱南 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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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茲 皇子 前期打野的動向 反拉的一個飛行 但小兵因為雙方護A的話 其實是首位的變動 擋了一下那個飛行 因為這樣的護A其實 Rookie還是為什麼是前拉飛行 就是因為他想要盡可能的快速的觸發電行 對 那上路這一波的話 瑞茲這邊打的是比較主動的 其實賽拉斯在面對凱南的時候 主要看一個技能的使用 只要他一技能拉得好 在幻血上只要打下來的話 其實會壓制可按會比較多 主要你要看賽哥這把的基石符文 他帶的是很天的很天的 這個會心 這個會心就是我純打線的一個想法了 我們看過這次大賽裡面 余震電行賽拉斯 甚至Caps的一個征服者 征服者賽拉斯 但是會心賽拉斯其實真的很少見很少見 會心就是我自信 我Q技能放得穩 我會瘋狂消耗你 就敢這樣打 如果皇上來想要打 沒有打出一個被動 反手平A一下 雙方這波換血的話 都還行 都可以接受 布隆配盧西安 這組合有點厲害 這個組合很容易觸發他的被動 兩下就打暈了 但這個組合 就很早就有了 一直還挺好用 走了 走了 兩分二十七秒 我自己是 對 但是會 我現在這邊打的是比較主動的 其實賽拉斯在面對凱南的時候 主要看一個技能的使用 只要他一技能拉得好 在換血上只要打下來的話 就會壓制可按會比較多 黃子打了個和諧 這個眼這個眼看到了 點了個信號 過來打藍 我們看過這次大賽裡面 余震電行賽拉斯 甚至Caps的一個征服者 對 但是會心賽拉斯 藍打完之後 吃蛤蟆 很少見很少見 就會心就是我自信 我Q技能放得穩 我會瘋狂消耗你就敢這樣打 注意看小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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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打野的節奏其實特別特別重要 因為就對線的強度 這裡給了個信號 這個眼還在 這邊是佔據比較多的一個主動權 集中下兩條線在SKT而言 他們會更容易追 所以會多找一個機會 打算一下黃子的時候 EQ上了三角草叢 正在等自己的一個下一輪的EQ EQ20的一個CD 上路感覺會有點危險 等下這邊應該已經先跟 誒 這波 打野 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個問題 各位 當黃子再次和諧的時候 IG知不知道 那當黃子吃完蛤蟆 當黃子吃完蛤蟆 當黃子吃完蛤蟆 從這裡過來的時候 這個視野能不能看到他 這個視野能不能看到黃子 盲區我們知道 他這個 但是你想他這個視野 在我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好像看得到 又好像看不到 好像看得到 又好像看不到 其實我對於視野的位置 還是比較敏感的 因為我經常打野 我知道 我很敏感 但是這個位置 你讓我說 我還真不敢說 真不敢說 但是吧 你說走到這個位置 我感覺是能看到的 黃子剛才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又感覺看不到 這個位置呢 又感覺能看到 明白吧 等看回放是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繼續 繼續 嘩這個TP完了 非常的危險 克里特來了 只要是交閃 但是這個位置不好走啊 這個位置 其實剛剛 克里特是有點小失誤 他應該是有個EQ 閃的一個念頭 但是他的EQ的效果已經 已經消失的時候 他才交閃線 對 就是閃線跟了兩下 平A 您也知道自己是一定走不掉 對 知道他死前的任務就是 想辦法讓克里特 把技能打 哦 這樣就看不到了 這樣看就很明顯是看不到了 我們從 剛從小地圖看 那他圖像太大了 這不好分別啊 那這一看就看到 看不到 然後這個地方 瑞兹的這一包 當這個趙信看到黃子在上路 擊殺他的隊友之後 他馬上就開始 反撲對面 就要把場子給找回來 趙信的反應非常的快 看一下瑞兹的處理 隧道之後 插他 定住交閃 塔下 打兩下 很聰明 啊 這個閃 看一下啊 黃子這個時候呢 忍不住了 他在這個角度出EQ 他其實知道 他是中不到的 他知道 趙信 卡了一個這個位置 很好 他不能往後退 他往前走是死路一條 往後退 也不行 往左邊走 更讓黃子能夠EQ中他 所以 卡在這個位置 很聰明 這個走位滿分 滿分 他沒有往這邊走 也沒有往後退 他卡在那個EQ 擊飛不倒的位置 這個對於黃子的EQ距離計算的非常精準 正是因為這個卡位 才讓TP下來有效果 否則TP下來是沒有效果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波 可力的 這應該是不是EQ散了 這應該就只是閃現 收頭 把紅buff給強行的打在您身上 你看啊 這波就很 就這波我們作為 這個 觀看者的角度 你要去看一下啊 剛才就這波子龍的走位太棒了 你看啊 你注意看這走位 他在這一刻啊 你看他的走位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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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應該是不是EQ散了 這應該就只是閃現 很棒 把紅buff給強行的打在您身上 因為飛殼是已經沒有難號 2比1 所以那個位置如果要收掉 您還是必須要靠這可力的自己 這波飛殼處理還是挺好的 他在閃現之前 交了個W 很棒 很棒 勾引 IG加入很聰明 不吃你勾引 但是啊 好像 輔助的走位 有一點 要上套的感覺 還是沒上套 這個Mata很聰明 他用一種 這種很迷的走位 來欺騙你 但是並沒有上當 四十二刀 捨不得回 回要炸 上路基本上是穩了 上路的第一波的Gank 他是穩了 凱南基本上不用管 就這個瑞茲有點難 瑞茲 對線北壓 Faker 對線北壓 被抓一波丢一波兵 他現在是抗壓狀態 下路直接拿龍 這閃現交的很好 直交一下就完蛋 這個龍不讓你拿了 有眼的 這波拿龍的話也是 反倒是丟了 其實在IG第一時間來打這個龍的時候 因為在龍坑他們是有自己的一個視野的 是你可以看到 無論是下路對於JKLOVE一個走位的壓制 包括說對於上野的一個調度 這個時候都能夠第一時間過了 其實是打斷了這波水龍的一個擊殺 但是在前十分鐘反而上 SKG拿到這個水龍的話 其實對於IG的人不算太好的消息 經濟差不多 現在 還是 還是 都有得倒的 點兩下 並沒有觸放 還差一下 非常的精彩 我們看這波能不能抓到 這波能不能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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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波感覺危險 這布龍加奧巴馬 一旦被挑飛就炸了 這個MATA的走位 還是 上去打的 不敢上了 不敢上了 怎麼講呢 這波其實我覺得黃子並沒有處理好 為什麼呢 其實這波是可以殺的 這波是可以殺的 你們知道他 為什麼我說他沒有處理得好 就沒有處理到極致 是的 那這邊打出一個被動 展現拉開了 黃子沒有一個EQ的位置 你看 這地方我們有幾個點要講 我先問各位一個問題 首先你看 在這個地方 MATA的走位 他的走位其實 在我看來是非常的聰明的 因為他沒有表現出來 就是 我打也在 我並不會故意的演給你看 你明白 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嗎 盧先生直接上了 盧先生認為這個不能再等 等的話 太拖我時間 太拖我黃子發育 所以直接上去打了 那MATA一看 哦 也上 我也上 好 上來 先給被動 那黃子一看你們上 我肯定也要上了 對吧 上完之後呢 在這裡呢 他是閃線掐得很死 這個輔助的閃線 教得也很棒 他是在最後一下的時候 要觸發被動的時候 啪 閃線先拉開 讓你黃子沒辦法接一套技能 這個閃也是非常完美的閃 時機恰到好處 然後呢 你看 我想問各位一個問題 在這個地方被暈住的時候 我假設啊 我假設黃子他怕閃線 給他一個天王蓋地虎 然後平A一下 觸發戰爭律動之後 一個EQ拉出來 會怎麼樣 結果會怎麼樣 我想問一下各位 你們設想一下 對吧 然後所以你看看 黃子他鼠標往回一拉的時候呢 他認為這波不太穩 他認為不穩的問題 這個原因呢 有幾個 第一在塔下 第二 對方會不會有資源 他這個這一刻的這個大腦的判斷啊 並沒有做到極致 並沒有做到極致 如果他這時候思路很清晰的 通過剛才 他在草叢裡面蹲的這個時間內 分析出來造性不在這塊區域 上路沒有TP 中路還在中路打前 那麼他可能這個鼠標不會往後走 不會往後跌 你說黃子沒有閃 閃現還有4秒 好 當我沒說 繼續下一波 哈哈哈哈 他其實走上來蓋也是可以啊 但是他閃現沒好 閃現沒好 他如果走上去蓋的話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少了一個閃現的瞬間的突襲的話呢 會浪費那個輸出時間 這也是導致他不 不太那麼果斷的一個原因 但是他是可以蓋到的 我先跟你講他是可以蓋到的 EQ是絕對不能放 EQ過去大招也行 閃現出來 但是他還要去想 剛才我講的一系列的問題 他要判斷這個能不能殺掉啊 對方資源會不會到啊 叔叔跟不跟得上啊 他忍住了 明白吧他忍住了 但我們這一波的分析呢 其實說 講道理啊 有一種 就是 看看會有沒有 機會嗎 我們站在我們的角度看 會想 如果很多東西去用到極致了 有沒有機會嗎 但是我們是賽後 我們賽後 可以把很多細節分析出來 但是在比賽場上 他不可能做到那麼極致 那麼完美的 我們是可以理解 這種情況的 但是我們要把它分析出來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 這絕對不是馬後炮 這不是馬後炮 這要讓你知道 這個遊戲 站在一個觀眾的角度 如果做到極致 把很多東西分析出來 是怎麼樣的情況 選手他在那一刻 他能分析到什麼程度 明白吧 你看 這個打野 非常的厲害 為什麼這麼講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造性 他在兩波 你第一波 黃子抓我上的時候 我在中路 你第二波 黃子在我下的時候 我馬上在上路出現 所以你看 每一次對方打野 位置一暴露的時候呢 造性馬上就搞事 這就是將打野的這種 防守反擊打 運用到極致 所以你看他補刀 在這麼多的情況下 我依然有機會 我依然能去抓機會 就是 我刷野 你不動 我不動 你一動 我馬上跟著動 在這種情況下 我還能保證我都不到 這就是他 非常厲害的地方 你看 馬上就要搞了 看到沒有 他憑什麼這波敢上嗎 他這第二波干渴 他第一波看看抓瑞茲 他憑什麼敢抓瑞茲嗎 就是因為我知道 你黃子在哪兒了 我馬上就動你 啊 不管抓不抓他死啊 他肯定會先搞你一波 知道吧 啊 最後一下調起來 大隊進行 再打一下下 一百多點 寫一個大招 哇 這一波 這個 這一波 這個海南太棒了 這海南太棒了 直接上去 第三下能不能同起 帶的是一個征服者 最後一下調起來 大隊進行 再打一下下 一百多點寫一個大招 但是 怎麼講呢 也不能說完全的是計算 這也不敢講 這也不敢講 只能說他閃現掐的真的好 掐的真的好 你不教我是不會教的 你不到最後一下 我盡量忍住我的閃現 但你不能玩拖了 玩死的也不好 沒玩死 就很棒 但是你說他那個時候 完全的計算的話 我也認為是規則 不能說是完全的計算 掐的好 倒是掐的好 這是不真的 這是事實 2比1 經濟是IG領先 佩克瑞茲的一個套路 寶藍的一個精神 而傑克勒夫的治療也交了 寶藍的自身 開車直接說 包穿過來了 垃圾留了一個萬遇天老 已經在這個位置 直接把Taddy給墊死了 他這邊還可以繼續做作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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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世界級的配合 世界級的資源 這一波短戰 我們真的要 要給大家好好的去分析一下 講解一下 這些隊員在開戰之前 所有的心理活動 你們看一下 要從這個地方開始看 這地方看有點長了 拉錯了 從哪個地方開始呢 是從這個地方開始的 你看啊 下路 SKT雙人組 他們現在呢 組合優勢 布隆加奧巴馬的組合優勢 大家都知道 被動很容易出發嘛 所以這兩個配合是非常厲害的 然後呢 你看 中路的瑞茲 把線一波全部壓到尼扣塔下之後呢 飛克開始帶節奏了 他這個時候肯定是給了信號 或者通過語音交流告訴隊友 我要來搞下路 你們看著辦 黃子呢也要收到信號 OK你去 我們肯定要一起去互動 再加上 這邊凱南聽到了 你們要打 我有TP 肯定在喊 我有TP 所以這個時候五個人行之一致了 在十分十秒的這一刻 五個人瞬間達成共識 你看 這就是世界級的戰隊 發現了嗎 左一說錯了 不重要 這就是世界級的配合 當瑞茲把線壓進去的一瞬間 我們看啊 在十分十秒鐘的時候 馬上開始有人去組織這樣的進攻了 這五個人花了多長時間 統一意見了 你們注意看 因為那波兵線其實已經被JK勒夫給清掉了 你看啊 好 你看 這個信號是誰點的 瑞茲 飛克 那麼當瑞茲點完這個信號之後 你要注意其他四個人的 反應 首先下路就不用說反應了 因為他們本身在地線 他們知道你要來了 你注意看凱南和黃子 這兩個人 有沒有做得很棒 你看啊 看小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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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是他在回程吧 實際上他是盯著下路的 黃子呢 馬上往這邊趕 好 這一刻呢 已經打起來了 然後你再看啊 更妙的呢就是 IG的反對反應 這個T很棒 這個上路 瑞茲 這個T他反應太快了 太快了啊 你再看 你到這個地方看啊 你注意看瑞茲的這個反應啊 他這個時候呢 就是SKT在點信號 要去打他們的時候呢 上一次完全不知道的 就這個解脫者是完全不知道 因為他是黑的嘛 但是這個眼呢 看到了之後啊 你看啊 你要想啊 這時候上路在干嘛 這裡點個信號之後 你看 上 好 T 你看 馬上 就開始按T了 反應非常快 他稍微晚一點的話 這個局面就不好說了 稍微晚一點點局面就不好說 那正是因為他第一時間下來 還還重要的是他偷了坎南的大招啊 這個是最最最最烧的 如果沒有坎南大招 也也不行 也不行 所以這波為什麼是SKT的一波 有組織的 進攻呢 卻被化解的 同時還收你一個頭啊 這就是IG的應對做得好 這個應對功勞最大的是誰 最大的是上路解脫者 啊 站在我的角度來看 是解脫者 功勞最大的 當然其他的也是有有有 有幫助 比如說趙信 比如說左一 他都是有幫助馬上第一時間過來 包括下路的這個 基本的對抗反反打啊 但是功勞最大的 轉折點 就是上路 解脫者啊 沒有解脫者的話 這波要 要要要損失 SKT絕對是佔先機優勢的 他們是主動發千手 加上布隆加 盧鑫的組合威力 而且整個隊員的這個位置 是比較集中的啊 就是坎南也好 這個這個也是比較集中的啊 他們會有個時間差的優勢 大概是幾秒鐘啊 啊 這個 踏 踢下來 踢下來 還有一點就是 得有坎南大招啊 你沒坎南大招的話 呃 也是得垮啊 你看跟過來 哇這個太棒了 沒有沒有他的這個細節操作和 坎南大招以及他的這個TP的時機都不行啊 少一個都不行 所以這波埃及反打的太太厲害了 這一波讓SKT 頭皮發麻啊 真的是頭皮發麻 世界級的應對 但是 這一波的話呢 打了一個 能不能一換一 一換一 哎 這個厲害 這一下子把SKT打的有點 哎呦 靠這A級有點強啊 就這種感覺啊 對 打得很謹慎 一般是收了一個人頭 就果然的一個 所以你看他 他 這波 呃 黃子的這個初期啊 配上輔助的資源 打一個一換一 是吧 哎 但我們那一波就不分析了啊 因為那一波他只是一個 小會戰 下一波的進攻拳 因為在打野位上面來說 閃現您會先好 當然下注的對象還是要小心 但現在 好消息是 傑克勒的閃現已經做好 天氣沒有雙招 而且雖然說 如希安是在前期打 卡莎比較好的一個英雄 但這一把阿水的鼓刀呀 特別穩 經濟差不多 這個局SKD贏了 贏不贏不重要 誰贏不重要 我們是在看這個過程 兩邊的 線上水平 個人操作 團隊的配合意識 我們看的是這個 啊 這波單殺了 這個單殺了就 在世紀上啊 就 英雄聯盟這個遊戲呢 是 你跟我一為一單挑的情況下 我被你幹掉 這個其實 會有一些在世紀上 就會 這波你不得不講一點啊 就是IG的上路實在太強大了 為什麼啊 他在面對SKD的這個上路 可汗 可汗 我知道他水平是非常高的 是一個非常非常頂尖的上單啊 我上來皇子抓了你一波的情況下 他你看啊 他90刀 兩個人頭 然後單殺了你一波 他該支援的支援有 我短手打長手 而且我是短手打長手 不得不服 這一盤 我認為IG的上單 贏了 啊贏了 我敢講這句話 就是SKD的上單 這名選手 對於RSI 他會有個心理的陰影 他會對RSI的水平 這個評價是非常高的 大家都沒有想打很高 因為你想一下嘛 解脱者打你坎南 我上來被你皇子抓一波 然後你整場打到十幾分鐘 你發現他該支援支援 哎 補刀該有有 然後我還反手找了個機會 殺了 單殺了你一波 這對於坎南來講是 這是非常傷的一件事情 非常的 他被耗雷典血 哇這一波 大招開慢了 可汗的 大招開慢了 這波開也是覺得有點怪 就是這個人怎麼這麼窮 就明明他的一技能 一兔搶 沒有擄到我 但是 他其實 你在整波的這個單殺裡面 你想想看 LSHIRE打了多少波Q 他的Q技能應該打了 四個Q 對最起碼三個以上 我三個往上走嘛 但這一波的話 其實可以看到 在之前介紹老師有說過一個點 在IG在打一些 運營測的決定的時候 其實SKD的反刺 是比較快的 但可汗這波單純 三點暴露出來的一個問題 有可能是 三比三 單殺了一個 這個 這個你看喔 一個位置是看到的 這裡點了個信號 他在這裡排眼 在排眼的時候 自己是有閃的 上路是支援不了的 凱南是消失的 下路是不見的 當然他知道下路是來不了的 因為這裡有個眼封鎖了 這個眼其實排的有些 這個眼排的有些 這個有失水準 我不知道這個形容 恰不恰當啊 就這個眼的話 在上路無法支援 以及上路消失 和皇子位置不詳的時候呢 凭借 後面有一個 左一 和自己有閃的 這兩個因素去排這個真眼的話 而且你看 這個是支援不了的 這個是動不了的 這個也是動不了的 兩個點動不了 因為你要想在 隨時可能會出發戰鬥 出發戰鬥的話 隊友能不能有 支援的條件 上路是沒有的 下路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眼排的 不太應該 不太應該 所以呢 有了這麼一個 被抓死的機會 有被抓死的機會了 因為你們要去考慮到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遊戲 它是一個點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它一定 它能夠 就是它能夠牽一發動全身 就是你所有的人都能夠 配得上你的這個行為 你接下來會出發戰鬥 你隊友會不會有 時間有位置 然後呢你要想 對方的人 他的時間和位置和位置分佈 對吧 所以這個眼是不應該排 這麼講的話 應該是比較合理 這個眼是不該排 不該排的原因是 這個幾方沒有做好 就是措施 萬一這個時候 對方位置不想的人 出現打你的話 你怎麼辦 對吧 這個是沒做好的 所以被殺了 那這波可惜的點是 連門兩邊的打野的一個閃現差 讓您有一波進攻的一個時機 但這個閃現其實是 拿來做逃亡 而且沒有潮掉 對 那這波等於是做了一個交換嘛 換了一個坎南的閃現 整體而言的話 從鏡頭上來看 IG並沒有虧等太多 但上半部的峽谷先鋒 現在被叫了出來 16分鐘 而且Rookie正面已經是被 這波EQ打到以後 600多點的一個法術暴擊 這把中路的 這個也很 這把這把Faker 直接在塔前來單殺他 是的 打得非常好 不虚 沒敢打放棄了 因為知道對方 因為知道對方 能夠馬上全部趕到 放棄了 特別是這個上路 特別是上路 上路是準備好的 有踢的 你們打吧 他為什麼 你看啊 從哪一刻開始 你看這一波 黃子過來 瑞兹過來 你看啊 本來是一個撤退狀態 那準備要上了 你看準備 這個爆破出發了 準備要上了 你看 你看啊 回頭了 這個回頭 一下子讓SKT 整個全部省了 就這個回頭 這個回頭 就告訴對面 你們來嘛 我上路的賽 已經準備好TP了 然後我造性離得就不遠 所以這個回頭 其實肯定是有詳細的交流說 可以打 可以打 然後SKT看 不對不對 撤撤全部撤了 全部撤了 放棄了 沒有知道造性的一個位置 選擇放棄這一波進攻 上帝視角我們知道您這波是有 因為這個時候上路太厲害了 上路TP下來 三個人頭的解脫者 真的不太敢搞 不太敢搞 來做一個TP支援 還是在仗著 看這段時間沒有閃現 有沒有機會在上路 再打出一個捷豹的單殺出來 但這一波 對於SKT而言 最好不要在遠離上路以外的位置來打 因為凱南這邊是沒有閃現的 和德夏同時進場的話 可以看到賽拉斯的影響力要大於凱南 因為凱南這邊沒有閃現 大家也都知道 他的大招很難打出一個爆炸的控制效果來 感謝馬老師是瓜皮送上了飛機 把敵線處理進去之後 走掉 這局兩邊還是咬得非常的死 但這段時間其實SKT的戰鬥能力會稍微領先 IG的原因是雙人組的AD 在這段前天裡的盧仙的作戰力應該是高於卡莎的 是的 盧仙加布隆的這個組合很厲害 特別是小規模戰鬥 小規模戰鬥 快速戰鬥 這種遭遇戰 非常厲害 瞬間就出發被動 你就崩了 這很強勢的 這個組合很強勢 然後補一個攻速暴擊裝 或者是直接上隱魔刀的一個想法 亮倒的話會稍微拖一點 就是在中期轉能力會比較強 但是一旦落後的話 整體的一個轉能力會比較弱 SKT我覺得感覺是覺得 就是中期要定勝負的機會現在不多 因為現在節奏來說雖然不強 但是節奏是稍微倒向IG 但是菲克的瑞茲在中路給到了IG的壓力其實也挺大的 不過這又來了 要打QG能給到能打出一個被動嗎 擦一下雲 有閃現在的SKT這波應該是不能夠進攻 不敢打 一打馬上解脫者就 噠 TP了 他們就現在就怕這一手解脫者 解脫者這個T太厲害了 他現在這個10幾級的威力太大 所以你看好幾波都是因為上路在 所以沒敢動 上路TP準備就pture的狀態 不敢動的 這就是威津利 因为他们现在中下 在这种战斗 包括野 打野 这时候战斗是有优势的 但是频频没有触发战斗的原因 就是因为解脱者 好 这边打 你看 瞬间打残 打招开过来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一波应该是转折点了 这一下子就 埃及就亏损巨大 对吧 亏损巨大 那你看啊 这个亏损巨大的原因是怎么 我们来看一下 SKT 它为什么在4比4 经济落后的情况下 感动这条龙 因为下路组合优势 中路 在这个时候 瑞兹的单点输出和硬控 它的这种容错率 要大于左翼 左翼它强势强在长手 小号 怕呢 你一下打很痛 我给你打这种 慢慢揉 慢慢揉 但是呢 SKT不是 SKT 卢西安加 这个 布隆 对吧 我就跟你一波爬 然后瑞兹爬定住 黄子爬 一Q 大招一干 那个瞬间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SKT就凭借着 现在的这个阵容优势 我们经济 就是SKT你看 它经济并没有领先的情况下 它敢去动这个龙 所以你看它一直在下路 准备要跃塔也好啊 还是要抓你下路也好啊 还是要这个打龙也好 他们是占据主动权的 这个从阵容上看出来了 对吧 好 但是有几波是一直没敢打的原因 是因为什么 因为上路解脱者 这个点很非 他们在横量了一下 觉得还是不太稳的情况下 没打 但是像这种小规模战斗 你要踢过来主动跟我们打 是吧 他们这个也是不怕的 你看啊 这波在打龙的时候呢 这边想要过来去骚扰 在骚扰的这个时候呢 早了 早了 因为这一波被鸡飞怕 打了一下之后呢 解脱者是没踢的 为什么没踢呢 第一 踢哪里 没有野 第二 我踢了之后 落地 队友能否跟上 中路可以 但是打野跟不上 打野的位置过远 他这四个 HKD这四个是比较聚重的 那坎南也是随时可以踢的 所以从阵容上 这个 而且就是刚才讲的 他阵容在这个时候 跟你打一波 他是不虚的 所以两种原因 这波过来 骚扰的这个举动呢 是 不太合适的 所以 还没有再打的时候呢 就已经没打散了 那这个时候 你双方上路再踢 你也打不过了 对吧 也打不过了 这个过来 把他挡住 把他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W挡住 而且自己也没闪了 跑不掉了 然后呢 这边也被留下来 这边凯南 一看 哇 马上开打 把你全部留下 那这波呢 撤也撤不掉了 没办法了 所以消耗一下 ADC也不敢上了 这后面就是 出了 连锁反应 所以重点在于什么 重点在于 这波辅助 被开 对吧 重点在于辅助被开 那么辅助 为什么被开 你要去想一个 这个问题啊 你看辅助的位置 下路组合 就是辅助 看到了 就知道他们在打龙 但是这一块 是没有视野的 所以呢 他不知道 对方的详细人员的 位置分布 你看啊 他用这个 ADC啊 用这个W探了一下啊 然后这边 被捶了一下之后呢 被捶了一下之后啊 这个就 用翅膀去放这个呢 其实有一点 就瞬间的判断 没有那么准了 因为这一波呢 根据打野的位置 和阵容的问题 当过来发现 布隆给他这个 一个阿都根的时候呢 他应该马上就走了 不是放翅膀 这个举动是 不是放翅膀 应该是 跑 跑 你看这个 所以就导致 这个就 对吧 这个时候 其实你看 你解脱者下来 也不怕 然后你下来 也没好位置下 最终没好位置下 然后呢 你就算下来了 你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已经被打 三分之二选了 你怎么打 打不了了 对吧 再加上阵容的 这个问题 所以 然后这边呢 也是被留下来了 这边在发现 你还要 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就是 当这个 子龙和 和左一啊 包括这个 解脱者 过来看到 这一幕的时候呢 第一反应的话呢 是 要跑了 是吧 但是呢 就由于啊 稍微慢了一丢丢 那凯南很聪明啊 凯南借机 马上开大 闪线 冲到你人群当中 把你全部 没有叫闪啊 就直接过去 把你留下了 留个闪准备撤的 这个凯南很聪明 就那个情况一出来 苗头一出来 马上就留你 但是 重点呢 是在于 那个 这个 这个 视野盲区 视野盲区 在那一刻呢 从一个上帝视角来看的话 也是有办法化解的 但是这个 对于队员的要求非常高 非常高 就是我看到 你打龙 你这个 布龙一个Q过来的时候 我马上第一时间跑 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再来一次 再去打一次 他肯定是跑 他绝对不跟你打 但是临场 不可能做到那么完美 被留下来之后 打不过 因为被留下来之后呢 就先打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队友的位置不起 第三 上路没法踢 没有角度踢 没有一个好的位置踢 然后再被留 一下子三个头 没了 损失很大 这个损失很大 这个也是 又搞不住了 这个太痛了 这个瑞兹打得太痛了 这个坎南一失血撤掉 很厉害 这个就有点 这个呢 就是在 应手这个塔了 没闪 没闪 有闪的话 应该是接闪了 这个时候呢 整个 被攻破了 被攻破了 这波也是一个连锁反应 因为下路和阵容组合 这个连锁反应 反打的话呢 打不了了 打不了了 输出差了 继续做一个输出 这个主要还是因为IG有想要 打这条土龙团的一个想法 有想法的 你看他是被皇子出来的身子给挡了一下 被挡住了 被皇子 对应该是皇子 挡不挡都得是 因为这两个都有闪 所以重点不是说 不是说被挡被留 是 在那种情况下 没法做到第一时间测 因为没法判断那么准 再一个呢 就是视野 视野有差 视野有差的原因是因为阵容问题 前期的这个小规模战斗 阵容问题导致下路 一直被视野封锁 你不敢作业嘛 你阵容打不过 你前面不敢做嘛 你下路压不过去 你不敢做嘛 对吧 做不了视野 那在没视野的情况下 肯定就也不会 就让他的判断更难了 对吧 他要视野看得很清楚 他可能判断就比较准一点 因为我知道你人的具体分布 你上人瞄我 还是上人把我打残 我都知道 看得清清楚楚 他也不会给对面的这个这个机会了 下路那波其实宝兰并没有 就刚刚在第一时间可能是误报了 是没有交掉任何的伞线去留下宝兰 这也是很关键 就飞客的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取境折约的一个使用 对 那波主要是阿水它是将伞线躲开了 所以有一个伞线的特效跟音效在哪 这就是我们说IG可能会步入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些时候他如果在 打到9比4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已经开始 我们说这一波 就刚才那一波在小龙那个地方被杀掉两个人之后 就开始三个人吧 还两个 那个时候就已经就 拉开了 拉开就不好打了 都是世界级队伍 一旦有一方有小小的这种优势的话 其实这个也不小 两三个人头也不小了 这种优势一旦出现 后面就马上被 很难打 被全面压制的 无法呼吸 因为他整个是联动的 这个时候就很难打了 这个时候IG想要翻盘的话 他们除非打出 逆天的一种配合和操作才行 用逆天来形容 应该比较恰当吧 很难 就是很难 你要打出这样的一个操作和机会 那要看各种因素 比如说阵容 比如说SKD给不给机会 对吧 等等 比如说状态等等 全面结合在一块 才能会出现这样的机会 你少一个都不行 秒了 你看秒了 这个秒也是瑞兹 这个硬控的威力 你看 这个时候其实都不是团战了 这种阵亡都是说 我不敢跟你打架 我的野区 我的视野被你压制 你看 这边过来迅速打 视野被你压制 我不敢跟你打架 所以导致呢 我很被动的去猥琐的做视野 对吧 然后呢 猥琐的去发育 那对方啪 一抓住机会 又是这种瞬间硬控 你没办法 对吧 没办法 这个其实打的 这波打的已经很好了 但还是没办了 还是不行 因为差距大了 差距大了 没了 打到这个地方 其实应该是结束了 就没法打了 可以这么讲 没法打了 神三比四 所以 后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被碾压了 但是呢 转折点是在 刚才那个小龙那个地方 其实你看 打到17分钟的时候 打到17分钟的时候 不能说17分钟 就是打到 打到哪一波呢 其实你在整波的这个单杀里面 你想想看 现在打了多少 几千的小组赛 做到太多的一个压制 反而是因为是领先的 3比3 就这波 这个位置 打到十几分钟的时候呢 SKD在这个时候 已经对于IG 产生了一种恐惧感 一种恐惧感 不能用恐惧 可能不太合适吧 就是有一种 哇 在一起好强啊 有一种这种感觉 后面 这个打到有点被动了 阵容上打到有点被动了 为什么阵容上打到被动呢 我跟你都是同样的军事 我经济还比你领先 那么一两百块 凭什么你主动打龙 凭什么你主动进攻 凭什么 凭的就是 英雄搭配的容错率 你敢不敢跟我打吗 我跟你都是一样的 发育 对吧 我就是敢主动抓你 你怎么说 我就是敢主动拿龙 你怎么说 对吧 你说谁敢上呢 你说那个时候谁敢上呢 只有辅助敢上 就是那个 加料 其他的上去 不管是皇子先手 瑞姿先手 还是布隆 奥巴马先手 你都考不出 瞬间打云 瞬间打残 瞬间定主 瞬间秒杀 都是这样的 所以 埃及的他这种 你说他中路是一个 长手好你的话呢 他又跟赵姓的话呢 又不好搭 赵姓他又是一种那种 冲进去莽的英雄 左翼又是那种 A号你揉你的英雄 对吧 下路的话呢 卡叉他是一个需要发育 他们这个阵容是什么 造型冲 加料给大 是这种 对吧 但是你造型冲 加料给大 对面不怕你 你敢不敢高 你后续没东西 你后续没有那种 你走左翼爬 远处给一个东西 对吧 但是 又又感觉 跟SKD的这个比起来的话 又感觉又又不敢搞 啪 打不过 的确是要真打起来 也 包打 那炉仙上来就打你 布隆上来就给你大招 把你打晕 对吧 忙一波不好忙 但是打的还是非常好的 应对啊 各方面 包括上路的单杀 上路的这种威慑力 全部打出来了 效果非常好 还没有威慑 好 我还没有摩托 BP